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发姐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又到秋末了 9月份我们的菜园子还能像夏季一样 绿意昂然 各种蔬菜长满菜园子吗 回答是肯定的 当然可以 但是很多朋友们还是很迷茫 不知道还有哪些蔬菜品种可以种植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会一意告诉您 就算您没有种子也没关系 有些蔬菜不需要种子也能种植的 而且更好还能大大收担了育苗时间 同时我还会将这些蔬菜的一些生长特性告诉您 这样您就可以自己掌控了 第一白萝卜属于半耐寒品种的蔬菜 久耐低温 吸温暖 凉爽的气候 不耐高温和严寒 生长的11温度为5-25摄氏度 长时间处于18度以上 露几根不能盘大 露几根生长的最11温度为13-18摄氏度 低于6摄氏度 生长缓慢 它一年四季都可以栽种 最后一茶萝卜是在9月上旬播种 入冬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了 第二 芙萝卜也是属于半耐寒品种的蔬菜 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上种子就会萌芽 而且种植过程中有一定的温差 更有利于糖分的积累 第三 芙萝卜它是一种吸奶凉耐寒性的蔬菜 种子4摄氏度以上就可以发芽 15-25摄氏度发芽较快 时宜的生长温度是11-18摄氏度 能耐零下5摄氏度的低温 如果在冬季年种上即可 整个冬季就不朝梅菜吃了 第四 甜菜 无论是椰咽甜菜还是根咽甜菜 现在都是最佳的摘种时间 洗冷凉的气候 一年四季都可以摘种 它们的最佳生长温度是在10-29摄氏度之间 种子发芽的最佳温度是18-25摄氏度之间 是一种抗含耐力比较强的蔬菜 第五种 芹菜 芹菜有糖芹和稀芹之风 它们都是比较喜欢暖凉的气候 种子发芽的最佳温度为15-20摄氏度 芹菜是一种耐寒性蔬菜 一年四季都可以摘种 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20摄氏度 能耐零下5摄氏度的低温 芹菜可以用种子播种 也可以用它的根部移栽 在上一期八月种什么菜中 我已经详细介绍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我等一下把列界发在这下面 第六种 芹菜是生食蔬菜食肠圈的新虫 洗冷凉 耐寒性较强 能耐零下12摄氏度短时的低温 是两年生草本植物 种子发芽需要的温度是18-25摄氏度 对土壤实验性较长没有什么病虫害 是一种非常容易种植的蔬菜 就在后院或者发棚种上一两可 就可以吃上整整的一两年了 第七种 大蒜桃 如果您想要收获大蒜桃的话 在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 是最佳的种植时间 大蒜洗冷凉 较耐低温 只要温度高于50摄氏度就容易发芽 在冬天可耐零下70摄氏度的低温 炉和种植大蒜 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讲过 我等一下把列界发在下面 您可以去看一看 第八种 洋葱 它对温度的实验性较强 总之和林静在35摄氏度下可缓慢花芽 12摄氏度开始加速 生长10亿的温度 幼苗为12-20摄氏度 植片为18-20摄氏度 林静为20-26摄氏度 建筑的幼苗可耐零下70摄氏度的低温 林静盘大需较高的温度 停静在15摄氏度以下不难盘大 21-27摄氏度生长良好 种植洋葱不需要种植 在超市买的洋葱桃直接可以种植 想收获洋葱桃的话 需要一个漫长的冬眠个程 在9月中下旬种植 直到明年的5-6月份才可收获 要想洋葱桃盘大的话需要光照在15小时以上 对光照要求比较充分 第九种香菜是一种比较耐寒的蔬菜 能耐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 如果连续低温了解下会遭受冻害 香菜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8摄氏度左右 香菜是一种洗冷凉的蔬菜 虽然说一连四季度可以栽种 但是最适宜的栽种时间还是 春天的3-4月和秋天的9月-10月 因为温度低于15摄氏度 香菜很难发芽 就算发芽后生长也比较缓慢 超高20摄氏度影响香菜的品质 30摄氏度之灵止生长 香菜除了用种植直播之外 还可以去超市买一栈大桃的香菜回来 然后硬桃第二次栽种也可以 第十种小香葱 我在前期的视频8月种什么菜中也讲个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等一下会把链接发在描述栏里 第十一回香 回香也是一种洗冷凉的作物 在6-8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发芽 但是发芽的最湿意温度是15-25摄氏度 生长的最湿意温度是15-18摄氏度 最低7摄氏度 最高24摄氏度 能耐短期零下2摄氏度的低温 在冬季需要用干草树叶等价 以覆盖保护月冬 回香也可以多年生栽培 适应性较强 3-9月均可播种 可以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茶又一茶 第十二罗内也叫九层塔 它有极佳的荒香味 非常适合厨房料理 昨天我去Costco的时候 看见有这个罗内卖 我就买了一组回来 今天我用花棚移栽它 罗内它是比较喜欢温暖的环境 如果冬天的话 应该移到室内在那构冬 罗内它不需要种子 也可以种植 还可以擦签繁殖 到时候我给大家再详细讲解一下 如何种植罗内 以及它如何在北美地区构冬 请您持续扫定我的频道 第十三种卷心菜 也叫包菜 也有人叫它干篮菜 卷心菜可以在每一年的四月份 或者九月份进行种植直播 卷心菜种植发芽的温度 在四至二十五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发芽 只不过是发芽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十五至二十五摄氏度 是一种非常抗寒的蔬菜 天下十几度都不会冻死 第四四种韭菜 现在是因为韭菜根繁殖的最好时候 到明年夏天的时候就有韭菜可以吃了 第四五种各种绿叶蔬菜 有上海青 铜蒿 菠菜 生菜 芥菜 靴底红等等 以上这十几种蔬菜在九月份都还可以种植 朋友们赶紧学你自己喜欢的蔬菜种植吧 好了这一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